马六甲三名乌一青年因为持刀抢劫一对华裔老夫妇 今天被控激活抢劫和持谢抢劫罪 但他们否认有罪 法官允许三人各以一万五千令吉的保释金和一名担保人保问候审 案件则定在4月11号过堂 而在沙拉越一名华裔中年男子面对欺诈罪 马六甲一名建筑师前助理则被控洗黑钱 但他们都否认有罪 来看一组法庭新闻 三名被控抢劫华裔老夫妇的巫医被告 今天在埃及勒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三名年龄鉴于24岁到34岁的被告 是1月6号8点30分手持弯刀 抢走华裔老夫妇的钱包 而抵触了刑事法典第395条文 接活抢劫 以及刑事法典第397条文 持谢抢劫 一旦罪成将可被判监禁20年 罚款或鞭吃 法官最后允许三名被告 更以一万五千令吉的保释金 和一名担保人的担保之下保释外出 案件将在4月11号过堂 镜头转到东马 沙拉越诗屋一名60岁的华裔男子 被控欺骗9人到利比亚工作 面对欺骗罪 不过被告不认罪 最终以一万两千五百令吉的保释金 和两名担保人的担保之下保释外出 被告今天在事务推示庭面对 五项抵触刑事法典第415支B条文的控状 根据控状 他被指欺骗9名我国公民到利比亚 从事不存在的法目工作 推示则定21号过堂 案件将根据刑事法典第417条文下判 而马六甲一名工程师前助理 因为被控洗黑钱 今天到埃及勒地亭面对9项控状 根据控状 44岁的被告两年前 在一项建筑工程进行供值 13万0898令吉的洗黑钱活动 抵触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怖主义融资 以及非法活动受益法令 一旦罪成 将可被判监禁15年合罚款500令吉 或非法活动资金的5倍 被告不认罪 最终以3万令吉的保释金 保释外出 NTV7综合报道 中文正编写 中文正编写